谈恋爱也好 还是生活力也好 是对自己亲密的人也好 还是普通朋友也好 大概在我看来 有一个分寸感吧 女生是不是分寸过了点 情感再好 也不能合成一个人 这是生活的真理和本质 如果你们老想着 你就一定是我 你要变成那个我想要的我 那就算了吧 怎么可能二合一呢 以后再谈恋爱的时候 不愿意做的事 可以直接说出来 因为你不可能 伪装自己一辈子 秋后算账 多少有点招人烦 来吧 接下来 你们自己选择吧 一起进入人情60秒 我希望以后 你其实不用 为我做那么多的改变了 我可能会好好地 想想我自己的错误 是不是我在过于强求你了 我可能会控制一下 我自己的情绪 不再那么地尝试 去要求你 其实我们在一起 一年多了 时间也挺久的了 你平时跟我说的那些事 我觉得就是男女 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男方确实应该 迁就一下女方 所以你说的那些事 我都去做了 虽然有些事情 是我不怎么愿意的 但是我都是跟你 都是跟你去做了 我觉得在一起 确实男方确实应该 要迁就一下女方 所以我很多事情 都跟你说了 我只是想 你有时候 能站在我的立场上想一想 为我多考虑考虑 就是多站在我的立场 考虑考虑就行了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索视频 爱奇乐视视频 PPTV剧例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 由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吧 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恋爱人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来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谢谢